其實要幫大家簡單的講解一下這邊上課的流程 所以請大家再稍微靜下心給我一點點時間 我先幫大家介紹一下今天的教練 還有各位觀眾大家認識一下 首先的話我們請到的是兩位日期的教練 曾剛好還有小豬馬凡 起來幫我吻一下手好不好 接下來的話有小豬先生 接下來的話麻煩我們幾位台灣人教練 本土第一名的教練 然後跟大家揮下手好不好 接下來是免俗課程開場 我們先請到曾剛好馬凡 上來幫大家今天講話一下 大家好 好 大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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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來參加這個活動 今天來講的話也希望是一個非常期待的三道課程 今天我們的活動方面來講 會讓大家充分體驗連鎖優衣性能 早上我們會安排個基本的駕駛訓練講集的課程 下午的話大家可以親自到三道上體驗 全新車款的連鎖性能 そして午後はですね サーキット全体を使って このランサーの走行性能の素晴らしさ というのを感じていただきます 那下午的部分來講的話 就是大家就是親自在三道上 驗駛新款的車款 然後再充分來體驗這個 連鎖優衣性能 今日はですねオーナーの皆様には 今日素晴らしい コーチ人間揃っておりまして そのコーチのアドバイスを受けて 安全運転のテクニック ベローレアップをいただき そしてランサーの走行の良さというのを 十分感じていただきたいと思います 那各位車主來講的話 後去會在各位台灣 各位教練的代理之下來講的話 然後不但可以提升安全的一個 駕駛的技巧 也希望藉由今天的這個 魔動來講 能夠充分的感受到 連鎖優衣的一個新車的表現 今日はですね 一日サーキット走行 皆様にとって 素晴らしい一日になるよう 頑張っていただきたいと思います 謝謝大家 也希望今天來講 對大家 是一個充滿美好回憶的一天 一個賽道的回憶 也希望大家能夠一起加油 謝謝 謝謝 我們謝謝我們今天的榮譽總教練 曾高浩先生 接下來幫大家介紹的是 今天在我們在賽道上面的 總教練Eric 請大家來講Eric 一個熱烈的掌聲好不好 各位嘉賓大家好 我是今天的總教練Eric 那麼我們先謝謝我們的精神領獸 榮譽總教練曾高浩先生 給我們的精神好不好 大家鼓鼓掌好嗎 那麼歡迎各位嘉賓來到 Lancer 慾望奔馳體驗日 那今天的課程 我們安排的非常的精彩 不過因為我們的時間 從8點20到8點40 是在簡報室裡面 為大家做一個簡單的介紹 不過因為有一些學員 比較晚上來 所以耽誤了一點點的時間 那麼我盡量簡短 讓大家趕快好好的 下去賽道 能夠好好的體驗一下 這一輛車 以及體驗這個 完美的一個大冒玩賽道 那麼同時 必須再跟大家呼籲一下 時間是我們今天 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那請大家務必遵守你們 這個時間牌上面的這個時間 不要耽誤了那個 上賽道的行程 接下來 我將為大家這邊 介紹一下這個 整個的活動流程 好在這邊跟大家講幾件事情喔 那個 今天的大冒玩 非常的有趣 比昨天還要熱 比昨天還要熱 所以請大家在這個 享受駕駛樂趣的同時呢 盡量的記得補充水分喔 那麼首先呢 我先跟各位介紹一下 我們這一次整個教練群喔 有八位的 以及教練之外呢 有八位的我們的台積艦 包括孔哥 原仔 Jeffery 小蓮 小羽 凹恩 小油啊 都是這個 各個賽事組別裡面的冠軍車手喔 好 好 謝謝 我們教練成票去準備喔 所以大家記得 時間的掌控是非常的重要 像我們這樣的時間 就又延遲了 沒關係我盡量的縮短 還是提醒各位嘉賓喔 非常的炎熱 一定要記得補充水分 不然你們在 這個今天帶大家到時候 一整天的重數 好 那我先簡單講一下喔 我們下午的課程呢 將分為四個組別喔 各位的這個牌子上面 都有各個不同的組別 那不同的組別 駕駛分別四個車色 不同車色的這個車輛喔 那麼下午呢 將會分成兩個組別 來去做這個活動的進行 下午的課程 我們總共分為四個關卡 第一個是極速的這個殺停閃避 第二個是這個 繞追 動力繞追的一個區域 第三個是一個這個 髮夾彎的這個操控駕駛技巧 第四個是S彎的 連續彎的這個動力體驗 那麼呢 在每一個關卡呢 我們都可以學習到 各個不同的這個 入彎的角度 以及進彎的速度控制 以及在如何去判斷 入彎點以及彎頂點的這個 的路線的控制掌控 再來可以體驗到 我們新的Lancer呢 比較優異的一些性能 包含在極速殺停的這個關卡之中呢 我們可以體會到這個 新的Lancer的煞車性能是非常的好 它現在的這個煞車的配置 是前面294mm的煞車禮板 後面是302mm的煞車禮板 包含了它完整的一個這個 車身動態穩定系統 可以讓你在極速殺停的時候呢 還能夠完那個完美的變換車道 我們這個關卡的設計 是時速90公里喔 必須你要加速到時速90公里 然後急踩煞車 同時要完成變換車道的一個動作 我們今天我們昨天測試了一整天喔 這個車子不會有任何的衰退 動力上絕對加的到90公里 煞車也不會有任何的煞車距離 幾乎沒有煞車距離的延長 所以請大家盡量的測試沒有問題喔 那再來在這個S1的這個動力操控體驗區呢 你們可以去體驗這個 找這個入彎點啦 找這個煞車點啦 以及這個利用這個 新的這個CVD變速箱來控制轉速 甚至它這個後面的換檔撥片呢 你可以維持在這個一個固定的檔位上面 讓你可以在最大的動力輸出上面使用喔 那麼還有這個法夾彎的這個區域喔 這也是我們目前為止喔 在大鵬灣所有的駕訓課程之中喔 法夾彎這個區域是 這個關卡是必須 絕對有的一個關卡 那我們這次設計呢 從5號彎開始一直到 3號彎開始一直出發 到完成整個法夾彎 所以是非常長的一個 這個彎道的一個設計喔 所以你會從5號彎一直開始加速 4號彎加速到5號彎 過了6號彎之後去進法夾彎 所以可以完整的體驗這個 這個難度最高的這樣的一個賽道 那我們四個關卡呢 會有分別不同的教練 來去帶各位 我現在就賣個關子 也不告訴你們這個 曾剛浩跟小初先生會帶領哪一個關卡 那麼 可能有一些人對這個曾剛浩先生 是已經有認識了 那小初先生呢其實他是EVO 時代的這個研發的這個工程師 以及測試的這個工程師喔 所以他的駕駛技巧也是非常非常的良好 那在上午的課程結束之後呢 我們會進行用餐 這個龍門下的一個大合照 有自己駕駛車輛來到現場的這個嘉賓們呢 我們會有工作人員引導你們到我們的這個龍門下面去做進行一個大合照 那麼大家一樣請務必掌握時間 下午之後我們會分組進行這個教練帶著學員自駕 上這個賽道做全場的體驗 然後呢接著下來還有這個Texy Lab 我們由這個學員乘坐教練群 所開的這個車輛來進行這個賽道的一個這個攻略以及消互換線超車的一個體驗 那麼也有機會會坐到我的車 所以大家等一下自己好好的這個看看平運氣 然後呢我們的時間已經到了8點39分 我們的這個時程表是8點40分 我相信大家都非常的想要馬上下去在我們的大鵬灣體驗好好的開這輛車 所以我不耽誤大家的時間齁 等一下呢按著你的名牌下去找到你各組的車輛 我們各組車輛最前面一台是黑色的車子喔 是教練車 等一下我們的教練呢會給大家做一個正確的駕駛姿勢的示範之後呢 然後上到車輛 每一位學員車輛上面都有無線電 請不要任意的波動無線電的這個頻率喔 因為這是我們教練跟你 跟你們學員之間溝通唯一的一個廣告喔 那拿著你們的安全報我們現在準備出發